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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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厲害吧 我介紹的羊肉 我是覺得可以 不是不好 你要知道齁 台灣人真的最喜歡吃的是牛肉 我要介紹的是我們台灣本地的黃牛肉 溫體牛 這一家店是從高雄紅上台北 跟我去吃了就知道 好 GO 來來來你看看 你看老闆現在在忙什麼 在熬湯啊 湯真材實料耶 這要熬七七四九天才能吃 真真 意思就是說啊 它這個湯頭每天都要從中午一直熬 熬到大概下午以後 它晚上開始營業 所以這個時候湯頭是最好最新鮮最濃郁 熬很久耶 對 有洋蔥啊 番茄啊 還有什麼老闆還有什麼 還有土鳳梨 還有土鳳梨 天啊 還有牛的大骨 很特別耶 牛的大骨 都不是用那種什麼調味粉的 是真材實料熬的 沒錯 你要喝喝就知道 高雄的朋友站出來 這家老店你們肯定不陌生 因為它就是從高雄總店紅了二十幾年 一路賣到台北的牛肉鍋名店 但是你白天吃不到只能晚上來 因為現在的溫體牛肉每天下午四五點 才會新鮮直送到台北 太早來是真的沒有肉可以賣給你喔 趙哥真的是熟門熟路的老主顧 根本不要開口 老闆都知道他要吃什麼啦 來 老闆上菜 全台灣最好吃的台灣爐 真假的全台第一 你先吃吃看 你先凍筷子 你先凍筷子 這是牛雜對不對 聰明你看得懂喔 你看得懂 待會我不知道裡面有哪幾種 牛雜這裡面有炒牛腥 牛肝 牛腰還有牛肚吧 這家店 它是在台南散化的肉場 直接當天喔 用那個冷凍低溫的那個冷藏車 直送到台北 我吃它的牛肉 從來沒有踩過雷 其實我光是要聞的就是當作很厲害耶 色香有了味 要來看看 你先吃吃看 你先吃吃看 通常牛肚它可能先是內臟的關係 會有一些味道 對 但它處理得很好耶 這真的是要有很多年的功夫的師傅才做的 那是那是那是 老店嘛 要不然不可能從高雄紅島台北來啊 真的 對不對 它這個肉很大塊耶 沒有再手軟的 很大塊 這是蔥爆牛 這蔥爆牛用牛的哪一個部分呢 用牛的沙朗的部分 最嫩的那一塊 好嫩喔 而且它這個蔥蛋切得剛剛好 配到那個肉包覆在一起 哇 那油脂 那牛肉的油脂好好吃喔 我曾經算過 師傅炒一盤這個蔥爆牛肉 應該好像1分15秒 熱油熱多 特別快 牛肉灑下去 大量蔥跟蒜 爆炒 然後肉 以後倒盤子上 一起來以後 整個牛肉那個香氣 整個蔥上來 正點 其實吃蔥爆牛就可以吃到一家店 它到底是一台 是 是 那我要吃這個酸白菜 吧 這個很容易就 會不根據耶 因為酸白菜配牛肉 百搭 我跟你講這個 這個酸白菜真的是百搭 真的嗎 真的百搭 它的那個酸白菜 不會搶過那牛肉的味道耶 豐綿牛肉本身那個甜度 都不會被這個酸白菜 給混合 真的喔 真的真的 千萬不要小看這些 現點現草 立刻上桌的熱炒 它們可是白飯殺手 會讓你爬飯魚無形 還好丫頭還惦記著剛才 進門看到的那一大鍋好料 老闆 好了沒 而且因為趙哥真的跟老闆很熟 老客戶不用打專線 還有Special啦 這一鍋太澎湃了吧 是不是 先看鍋內的 好 這麼大一塊的 厚厚的 妳知道這是哪裡 沒試過耶 我不知道是哪裡 這個啊 是牛尾啊 牛尾這麼大 妳就知道 它已經接近牛的身體那一塊 所以那麼大 看到這一塊沒有 有有有 牛舌 這麼大 而且不知道 還厚 很厚耶 超級厚的牛舌 大部分燒烤都是薄切牛舌 那麼厚的也不多 很少見耶 給我給我 它的牛舌也是要給妳 好有嚼勁喔 是吧 因為牛舌通常切薄 是為了便宜之外的 重要的就是因為 如果太大片 腰起來才會彩彩的 是 大家做這麼大片 結果煮起來 還是很嫩 很有彈性 很厲害 這就是我們台灣 華牛肉的厲害 真的 剛剛你給我的這一塊牛尾 它的皮 我的媽呀 那妳吃吃看 什麼叫做橡皮雞 是不是 它是彈力神 哈哈哈 好彈喔 焦泉蛋白在我的嘴唇上面 太好吃了吧 老闆自己現切的黃牛肉 真的假的 對 我先燙一下這個牛肉 我燙一下 一看就知道怎麼吃了 好了 好 看到沒有 粉粉的 只要有一點粉粉的 就可以了 這個肉呢 你吃一塊 就知道 可以 好軟嫩喔 哈哈哈 妳是章魚 哈哈 妳在挑什麼 它海淡一樣 好軟嫩喔 因為畢竟它是有點粉粉 所以代表沒有全熟 是吧 可是它吃起來 不會覺得是生生的感覺 對 完全沒有牛騷味 沒有 這是什麼 你為什麼要把它嚐起來 菜單裡面沒有這道菜 老闆常常呢 要招待一些客人跟朋友 老師都是招待菜單裡面 沒意思 經過自己的手藝 醬料的處理 專門做了一個冷盤的招攤 只有貴賓來 才吃得好 還有 冷盤啊 好吃耶 而且這個部位蠻特別的 算是比較少吃到的 很有嚼勁 然後又很Q 可是它又有肉的那個鮮甜度 讚讚讚 喜歡嗎 很喜歡 我們要真心的跟觀眾說一聲對不起 因為趙哥的這一盤 Special真的是熟客限定 就算大家打我 也不一定吃得到 但是光菜單上的 牛肝牛心牛肚腰子 就夠大家吃到不要不要了 趙哥真心推薦的這家牛肉鍋 滿滿的膠質 就像我們現在的戰況一樣 焦灼啦 好 好